你好,现在中国美食来报道一篇福州菜 看起来福州菜也蛮好吃的 看看他点的福州菜 一口下去就大海的味儿 我们这个叫肯确汉在台湾 这个是米菜也就是福州菜 在台湾有很多的福州菜跟它不一样 主要就是红枣路 和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但是我实在吃不下了 还有一道菜叫南尖干 我也没有点本来想点一下 但是咱不能浪费 现在就开挫 曾经来饮食店我就吃完了 这餐一共花了110块钱 福建人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可以说 酸酸甜甜就是我 这可能就是福建人的口味 真的是又酸又甜 你要说好吃吧 它还是好吃的 因为非常的下饭 但你要说符不符合阿星的口味呢 我还是更爱吃香和辣 总体来讲 他家的菜是非常正宗的米菜口味 好,那就这样 这是正宗的米菜,福州菜 来,再看看这个福州 福州的还有什么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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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报道的福州有横草小肠 横草鱼,他们有点鱼 现在报道是福州人的早餐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福建福州的阳中路 来到福州,有一样美食 你是不得不尝 就是锅边,它是一种早餐 也叫顶边 这个东西有点像河南人民的胡辣汤 也就是说福州人的一整天 就是从一碗锅边打开的 那今天咱也要像福州人一样打开一整天 右手边这家店叫柴火锅边 是专门卖锅边的 走,咱去查证 再一次,搞定啦 你看,今天我们很容易去付出 ifi 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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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一碗这个坐在骨 然后两个三角糕 沒有其他的 只有三角鍋和你家 你叫什麼 從哪裡去 蝦酥吧 蝦酥 四個蝦酥 兩個三角鍋 我在哪裏配料 一共沒有錢 這是湖州人吃的早餐 這樣是蠻可口美味的 這沒經驗啊 就是甜多了 這個三角鍋我以為是很小的 結果是這麼大 這個是兩個三角鍋 一個三角鍋是兩塊錢 這個是五毛錢一個 我要了四塊 這塊鍋端呢是四塊錢 很究竟實惠的小吃 咱先嚐一嚐 這個鍋邊看起來 其實就跟餐豆有點小 就是沒有味道的 沒有餡的混濁 裏頭是紫菜還有蝦皮 這個味道我覺得應該是挺鮮美的 我剛才看老闆給裏頭割了很多的蝦油 除了蝦油之外 這個湯裡邊還有啥東西 沒有什麼豬骨 沒有沒有沒有 海鮮也沒有 簡單版本 他們要加的就自己帶來加 自己帶來加 咱這個店的時候就沒有那些其他東西 最基本的 好 我們來看看福州菜跟福州的早餐